这是讲到这五大方便 就是看动词 找宾语的核心内容 然后呢 简单的再提醒提示一下 所以呢 首先你要 刚才讲的要区分的是什么 谓语还是非谓语 刚才哪个讲到了 比方说习惯语 叫visters 访客 accustomed 这个accustomed就不是谓语 对吧 so visters accustomed to considerable attention and service 谓语出来 may find insulting at first 然后整个句子还背得出来吗 刚才没背 我大概还能回忆出来 他怎么讲 叫there are 是吧 有许多吧 other 叫in the united states 在美国 there are other customs 有很多其他的风势习惯 对吧 除了什么字来叫 in addition 身体 不重视使用的头鞋 a disregard of titles ok 然后后面定乱从学 that's visitors that's visitors 加 有加个名字 accustomed to considerable attention and service at home 国内 备受尊重 备受关注 享受做到服务 这样的访客 到了美国 不适应 就发现美国 除了不重视 的头鞋 还有其他 风势习惯 他们觉得 很熟 屈辱 很不爽 may find insulting at first 对吧 ok 所以要 畏语 非畏语 第二要请大家 你的对畏动词 能否接冰语 要敏感 说白了就是 你要对动词的用法 要熟练 一个动词出来 find 什么叫find 找到 或发现什么怎么样 肯定要有something 对吧 要冰语的 其实就是动词用法问题 这个就不是语法问题 这属于你 平时背单词 所以我听大家 你平时背单词 背动词 背动词有几要知道 这个动词后面 接冰语 接几个 接不接 接什么形式冰语 都要清清楚楚的 不能只是背词语 背了词语不会用 不会招致没有用 对吧 所以要背它的搭配 背它的用法 这个就不是老教的 需要你们 平时 自己 积累 好 动词 冰语要敏感 你要发现一个动词 没有冰语 没有冰语呢 它该要冰语 没有冰语 你往后找 往后找它名字短语 我刚才也讲了 即使你对动词 要冰语不敏感 可是你通过 后边那个 名字短语和前面使用词 名字短语和前面名字 不搭配 你把它断开看 还有印象吗 知道我在说什么 还有什么 对动词 未动词和戒词的搭配 要敏感 什么意思 brought to 还记得吗 把什么东西 带到美国舞台 是brought someth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stage 你的something 没有了 没有了没问题 我到后面找 找什么 找我的从事出来 叫what was probably it's first really serious jama 出来的吧 所以对 其实他非常敏感 叫做 define as define something as something accept something as something okay classify 分类 something as something okay elect something as has elected as his promete duty and pleasure in life the activity of thinking in a socratic way about moral problems okay 对他很敏感 好 这提示 你就是你平时的积累 被单子的积累 你的功夫 好 我说重点关注什么 动词加其他成分 我刚才说 介词端语啦 什么兵补啦 其实总之 都是其他成分 把动词和兵语怎么样 分隔开来 这个其他成分越长越复杂 你这个动词和兵语之间关系 恐怕越看不出来了 是吧 当然说了 在这里肯定是有线索 有线索 那你从这段开 明白吗 as as possible possible 我们加个the course 就不对的进 是吧 就讲过 这个参考结构 所以动词和兵语被分隔 好 然后提醒了 所以上面这例句我们看到 这种分隔结构呢 都是由兵语 也是兵语 由紧跟动词的位置 往后移 移哪去了 移到另外成分之后 所以我把这个结构叫做 兵语后置性 兵语后置性 OK 那么下面 这个其他成分是什么呢 你的兵语肯定是名词 名词短语 对吧 肯定是名词短语 你的其他成分是什么 介词短语 讲了很多 介词短语 还有什么 实用词 对吧 实用词 还有记得吗 哪个是实用词啊 possible 对吧 叫makes possible 讲人类文化的概念 makes possible emmense amounts of concrete research and understanding 都讲过 好 然后其他成分是实用词呢 那么这个实用词是做兵营补助理 如果其他成分是介词短语 分两类吧 介词短语和形容词 形容词是做兵营补 介词短语呢 就不一定 分两类 其实介词短语可以分两个情况 一个是介词与动词构成搭配的 构成搭配的 这个介词短语其实做补助理类似 然后做补助理 另外一类是介词和动词不是搭配 不是搭配 比较说和in 比较说revealing 也是展示和in as obvious a manner as possible 还记得吗 那个in 还有thinking in a secritical way 也不是搭配 不是搭配什么 做状语 表达方式 表达时间 所以一个概念 再回顾一下 动词其他成分 兵营对吧 你的其他成分是什么 一般两方面 哪两方面 形容词 介词短语 那么你的形容词是什么 兵营 介词短语是什么 一样的情况 可能是兵营 可能是状语 所以逻辑很清晰 固定搭配是补助理 如果不是固定搭配是状语 OK 好 这就是看动词找兵营的内容 好 我们前面讲到了 看动词找兵营对吧 我们再回顾一下 因为下面就要做练习了 下面这个练习像一个综合练习 那么在做综合联系之前 我们回顾一下前面讲过的 我们在第二节课讲过的 看动词找兵营 这个动词和兵营的分隔结构 对吧 就在动词和兵营中间 插入什么成分呢 回忆一下 最早 最先讲什么结构 动词兵营 中间插入戒指短语 还记得吧 戒指短语 然后这个戒指短语呢 是跟前面动词搭配的 这部分叫补助理 如果戒指短语不是搭配 我们叫状语是吧 什么方式状语了 时间状语了 对吧 反正不管是补助理还是状语 中间是个戒指短语 然后这边是兵营 这边是动词 这个结构最常见 好 这是第一类 第二类结构还是什么 还记得吗 一样是动词兵营 中间是补助理 这个补助理是 使用词形式比较多的件 是吧 比如make possible 使什么成为可能 什么东西呢 把什么东西往后摆 还记得吧 动词兵营 中间是补助理结构 第二类 第三类我们讲到什么 动词加it 形式兵营 对吧 加补助语 再加真正的兵营 记住了啊 所以有个动词 有个形式兵营 it 有一个补助语 有真正兵营 那么这时候 真正兵营那个形式很重要 这个形式是什么 是 大的从去 有it之带 或者是 to do不定是 有it之带 明白吗 所以基本结构是 动词it 并补 对 然后让的从去 或者是 不定是结构 好 这是第三类 对吧 第四类是什么 第四类是 多个动词并列使用 OK 动词一 动词二 动词三 后面接个并语 你不要以为 这个并语只是动词一的 它也是动词三的 它也是动词一的 那么并列使用动词 这也像一个分割结构 对于动词一来讲 你并在后面 所以看的时候 一定要意识到 看了动词一 往后找并语 这是第四类结构 那第五类结构是什么 第五类结构 是说 在并语重剧中 你这重剧的动词 它的并语是 不是在后面往哪找 往前找 主剧中的名词 所以是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并语前置了 这也是动词和并语分割 明白吗 所以有这些基本结构 我们回忆一下 来 我们在这里做综合练习 好 这是05年 考研阅读整体 七旋五那个提醒 我们看一下 它说Android 这个A是上文的一个办公室 一个领导机构 一个办公室机构 叫加拿大的 全国医药健康 技术评估协调办公室 具体无所谓 不管了 在办公室下边 下属另外一个机构 就是药品评估机构 那么这个药品评估机构呢 recommend 推荐给谁 是吧 这里有个给谁了 给各个省的药品名单 推荐给各个省的药品名单 药物名单 推荐什么东西呢 其实 你看到这里 就应该知道缺冰语 明白吗 所以这属于动词 加借词短语 再加冰语是哪一个呢 冰语是which 请注意 这个which引导的不是定义宠具 你千万不要把它理解成定义宠具 同学们想要 为什么不是定义宠具 你觉得 那你想到没有 就是说 你这个定义宠具这种which 它后边一般接东西吗 不会接 不会限定名词 一般不会限定名词 可以有 但比较少有 比较少见 因为定义宠具那个名词在前面 对吧 你看我这里的which 后面限定了一个什么 限定了一个名词 看没有 所以是which new drugs 哪些新的药品 哪些新的药品 所以整个算是什么 是一个冰语宠具 是which引导的冰语宠具 which限定一个名词 然后这个冰语宠具 然后which new drugs 整个做重剧的主语 然后重剧的味语 听明白吗 所以这句话意思是说 在那个协调办公室底下 又专门成立了一个 药物评估机构 这个药物评估机构 责任职责是干嘛呢 是负责向加拿大各个省的 药品名单上边推荐 哪些新药应该 加入到这个什么 这个药品名单上 其实就是说 就是说向各省 推荐新的药品 是由这个机构 专门负责 所以这是一个冰语后制 就是那个冰语宠具的后制了 好 这是第一个点细 第一个题 比较简单的 这是药品 好 我们下面看第二个句子 第二个句子 这是06年阅读整体 考虑阅读整体的七旋五 那个题型 好 这个句子比上边那个要难一些 那我们看这个句子结构 难在哪些地方呢 好 他就在casino 赌场 对吧 issued 签发 发给 发给他 其实发给某东西 给某人 发给东西 给某人 所以这个签发是有冰语的 那签发给他 他是个什么人呢 用戒指短语 s来补充说明 他的身份 他的特点 他是个好顾客 就是这个赌场认为 这个男的 是这个赌场的老顾客 因此呢 给他发了一个 fun card 游乐卡 乐趣卡 供他去带赌的 去娱乐的 好 那么这个fun card 就是issued 冰语 听明白 所以这有个冰语风格 冰语后制 对不对 本来应该讲 issued a phone card to him as a good customer 那为什么后制了呢 是因为你的fun card 又带了一个 定语重句 这个定语重句 一直到哪 一直到句末 听明白 整个句末 位置到句末 整个定语重句 定方 card 合在一起 做冰语 所以冰语很复杂吧 冰语复杂怎么办 扔到句末去 把这个戒指短语 什么 提前了 听明白 好 那么前面讲定语重句 也讲到 专有名词 方 card 专有名词 是吧 做定语 他大写了 对吧 然后加逗号 这个定语重句 要写成非限制性 所以这是再次看见了 看到了 好 这个乐趣卡呢 发给这个好顾客 这个乐趣卡干嘛用的 这个定语重句 这个定语重句 又有点难了 你找找看 这个定语重句 未动词在哪里 未动词在哪里 应该在这里 叫erns 赠得什么东西 erns 好 在which做主语 erns为语 是吧 那么中间 插入了一个什么呢 插入了一个 win引导的 时间重句 或者叫 时间转语重句 那我们来看这个 时间转语重句 也是有点奇怪 有没有发现奇怪呢 时间转语重句 缺主语 是吧 好 那么就告诉同学们 像这种缺主语的情况呢 你要看成什么 是省略句 省略谁呢 那么省略句是有规律的 这规律就是 主语一致 什么意思 就是说 重句的主语 和前边对应的 主句 主语是一致 win重句的 对应的主句 是which这个 定义重句 听明白 就再说一遍 win这个时间重句 它对应的主句是谁 是这个which 应到定义重句 所以重句 重句 它的关系是相对的 这个which对于谁 对于fun card来说是重句 但是which重句 对于win来说 它又变成主句 听懂这个逻辑吧 好 那么 你这which是指fun card 所以我这win重句 主语 也是指fun card 我用it来指代 it来指代 好 再说一遍 传语重句的主语 被审去了 那么被审去的主语 它必定是和 主句主语是一致 我这个主句主语是which 也就是fun card 所以重句主语 用it来指fun card OK 第二 传语重句能省略 还是 有个原因是 它必然还有必动词 必动词 所以我点 is 所以说成 when it is used 相当于是when the phone card is used in the casino 意思就是说 当这个乐趣卡 赌产发给你这个游乐卡 在赌产使用的时候 这个游乐卡呢 它能够挣得积分 point 积分 分数 挣积分干嘛 供你吃喝的 这好玩吗 就是说你给你发一张卡 发一张卡你在赌产赌 赌的过程中 你能为你赠得 吃喝的积分 餐饮的积分 好 这是第一个并列的位语 第二个并列的位语是 enables 既然是加s了 所以它的主语还是两个字 还是witch 还是funk card 所以这张卡呢 不仅供客人顾客 在赌场里赠积分 赠餐饮的积分 同时还能够让赌场 追踪 跟踪 客户的 赌博活动 赌博行为活动 ok 所以我觉得后面才是 才是哪个啥 才是赌场给你发 这个赌博卡的 真正的目的 是吧 供你吃喝的倒是 是一个诱饵 这种感觉 明白吗 好 我们从此到尾再看一下 这句子有点复杂了 好 赌场发给他 作为一个好顾客 什么东西 一张游乐卡 乐趣卡 并以后置了 懂了吧 并以后置了 然后第一重就说 乐趣卡 游乐卡 能够赠得餐饮积分 能够让赌场 跟踪追踪 这个客户的赌博活动 当然这个游乐卡 在赌场使用的时候 所以把传义重具 插入到 主句主语 和主句谓语的中间了 有个插入成分 这个插入成分 也能看到 而且有并列的 重具有 定义重具有并列的 Earns or Enables 并列为语 整个结果出来了 好 我们再看 这也是有分割结构 再看下面一句 好 2006年 刚才是2006年7选5 这个也是2006年7选5 说2006年7选5 有很多的并以后置的结构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 叫It is a wearisome 让人很担忧的是 让人觉得 very very about 担心担心 担心什么呢 这个That的重具 就是个什么 主语重具 被It指代 是吧 也就是说后边这件事情 是非常让人忧虑 什么事呢 后面讲的Society 我们社会 正在medicalizing medicalizing 是指把什么问题 医学化 这个说了有点文周周的 说得通俗一点就是 从医学角度来看待问题 从医学观点 医学角度来看待问题 OK 那么是从医学角度来看待什么问题呢 是越来越多的行为问题 医学化 就很多普通的行为问题呢 现在越来越多的从医学角度 医学角度去看 去找原因 那么后边的分词 它是要什么 它是要补充前面这个主句的意思 什么叫把越来越多的行为问题 医学化 从医学角度来看待这个行为问题呢 后面举例子 用分子来举例子 好 Defining as 我们前面讲过吧 前面讲那个知识分子 那个文章里讲过 是吧 随意相当于define something 这个something应该有 有兵语 所以define兵语哪去了 后置了 那么搭配的戒指 as addictions 是上瘾 上瘾和word从区连不上 所以我们断开来看 断开来看 OK 然后整个word从区呢 整个word从区是干嘛 是做兵语的 我就把word它连起来 其实整个word从区 摆在这里是吗 做defining兵语 就把什么样的一个行为 什么样的东西定义为上瘾 而上瘾就是个医学问题 就是从医学角度来看问题来 懂吧 好 所以这个上瘾就对应了 这个medicalizing的含义 然后这个行为问题 前面的behavioral problems 对应的就是那么word从区 好我们看word从区说什么 他说earlier早期的sturner 是更加严格坚韧 不把严厉的那些 就坚韧的吧 就个性上的 很强悍的 这个我们先辈们 就是老一辈们那些人 他们解释为explained 认为了 认为的病语在哪里 在哪里啊 word连词 是吧 我们讲过word 其他联的从区都是 从区分析是两方面 第一方面是什么 第一方面是要看 从区做什么成分 我们这个从区是做 defined 兵语的 所以叫兵语从区 这是第一方面 同时要分析 这个连词在从区中做成分 我们这个连词what 在从区中做explained 兵语 是吧 所以把这个东西解释为 意志很薄弱 意志不够坚强 不够坚定 好 意志不够坚强 对应的前面哪个词 对应的前面是 是真严厉的坚韧不拔的 所以老一辈很坚韧不拔 那么对他们来讲呢 他们认为这些行为 只是意志薄弱而已 但现代呢 人们把这种行为 定义为是有瘾 是一种疾病 这不就医学化了吗 这不就是从医学的角度 来看待行为问题吗 明白吗 这个逻辑关系 对此呢 是让人很忧郁 让人很交心的感觉 好 整个翻译我们 他整个意思就是说 现在令人担忧了一件事是 我们社会啊 正是从医学角度 来看待人们的 行为问题 这意味着经常 把以前人们看得 只是意志薄弱的行为问题 现在他们把它定义为什么 是上瘾了 上瘾了不就是一种生理问题 对不对 但也有精神关系的 这不就是医学方面的吗 好 然后第二句话 这里有一个后制 哪个后制啊 我的从区被后制了 是不是 我的从区做什么 做defining的兵语 这不就是兵语后制吗 对吧 好第二个 pushed by science or what claims to be science ok 好 被科学所推动 或者是 他们自认为是科学的 那么宣称是科学 也许不一定是真正是科学 明白吧 所以这里 一个是科学 或者说是 被人们说成是科学 但不一定是科学 有这种含义在里面 好 那我们社会呢 被这样的科学所推动呢 所以社会干嘛 我们又重新划分为 reclassifying 重新划分为 重新划分为 和哪个有搭配呢 和这is是搭配 看到没有 和这is搭配 所以这里的兵语是 我的从区 我的从区 我的从区就做兵语 然后呢 reclassifying和is呢 有内在的呼应关系 好 是把什么东西 又重新归为 归类为什么 好 兵语从区说 曾经被认为是 性格缺陷 是性格问题 或者什么 道德上缺失 就有点缺德呢 有那么一点意思 道德缺失 好 把这样的问题 也重新归为什么 归为是一种 personality 不可数 就是性格 或者说人格 个性的东西 有障碍 性格有障碍 人格障碍 OK 然后 king是与什么 相似类似 来后置修 这个disorders OK 然后是什么 与什么类似吗 叫做simility simility 就是什么 physical disabilities 是身体上的 残疾 缺陷 就说 把以前认为是 道德缺失 性格缺陷 现在又重新归为什么 与身体 场景 身体缺陷 有类似的 类似于身体缺陷 一种什么 人格障碍 这个人格障碍 不就是一种 疾病吗 不就是一种 医学化的东西吗 对不对 所以这是 reclassify as 这样一个搭配 然后define as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就看出来了 define as 他把define 编语后制了 沃德宗具后制了 对吧 这个reclassifying as 这个沃德宗具 他没有后制 没有后制 但我们可以想象 可以想象什么呢 我们把沃德宗具 也可以后制 没问题 没问题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是什么 is reclassifying as personality disorders account to physical disabilities what once we're considered characterful laws or moral feelings 往后摆 是吧 都可以的 所以我们把它写在这里 是为了让你比较 比较给你看 看到没有 比较给你看 这些都是as 所以很好的一个 比较的例句 对比的例句 对吧 沃德宗具后制了 这沃德宗具呢 没有后制 放在必须为止 好 这是06年的 这句话有点长 有点难度 有时刻并有后制文气 好 下面这个 03年阅读第二篇 讲那个 用动物做实验 动物权利 人有人权 猴有没有猴权啊 对吧 猴子权利 好 前面列举 列举1235 有很多可做的嘛 哪些可做的呢 1234等等等 比如说 然后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啊 所以因为Ultimate最终的 这个stakeholders stakeholders是什么的啊 就是与什么利益有关的 我们叫利益有关方 利益相关方 对吧 与谁利益 利益有关于 谁是这个利益关系 这个 当事人的感觉啊 好 因为最终的 利益相关的是谁啊 是病人 病人 然后呢 这是原因 因为啊 那么就应该怎么办 我们讲了 the health research community 那么这个医学研究界 医学研究领域的这些 这帮人 就医学研究界吧 那应该怎么样 应该积极的 recruit 本来表示真兵 是吧 遭受新的员工 遭受新的什么 什么雇员 怎么样 OK 新兵啊 好 这里有个兵友 省掉了 或者兵友后置了 应该是recruit something OK 去征收 招纳 什么人进入到 他们的 靠的事业当中 这意思是指 前面的 health research community 医学研究界 应该争取 哪些人来支持 他们的研究事业 就用动物做实验 有人反对 用动物做实验 觉得对动物 是个虐待 对吧 有的人说 你要不拿动物做实验 你怎么 医学的怎么进步 难道先拿 拿活体 活体人做实验吗 对吧 好 那么应该 积极争取哪些人 支持他们的事业呢 后面是 not only but 看到啊 看这里 从not only 一直到剧末 都是干嘛的 都是用来做 recruit兵语的 做recruit兵语的 OK 所以你看 这又一个兵语后制吧 对吧 又一个兵语后制 因为兵语的确太长 所以把介绍短语 to its cause 前置了 前置了 本来应该是 recruit something to something 先后制了 好 那么争取哪些人支持呢 把哪些人 纳入到他的事业范围 事业知识对象里面去呢 他们讲了 不仅是 well known 著名的personalities 我们前面讲过 personality 不可是名词 是个性 性格 我们这里是指 名人 不是个人名 而是个名人 对吧 哪些名人啊 such as Stephen Cooper 像Steven Cooper这样的名人 的支持 后面 专用名词出来了吧 专用名词要怎么办 加斗号写 非现成定义的同志 OK 那么这些名人是 这个Cooper是什么 后面解释了 说这个Cooper 他曾经 他 他干嘛 has made 发表了一个 不光是一个 发表了一系列 statements 声明 说了话 什么话呀 说什么话 courages 非常大胆 非常有胆量地 说了一些一番话 非常有勇气地 说了一番话 这个字 画的内容关于什么 关于 the value of animal research 动物研究的价值 也就是说 Steven Cooper 他对动物研究价值 发表过 大胆的言论 大胆的言论 也就是他说 非常支持 使用动物去做实验 为了医学研究的目的 所以 所以可以看出 这个Steven Cooper 是对 对这个 动物研究 在动物上做研究 这医学研究 是支持的态度 对不对 他不仅要争取 这样名人的支持 动物研究实验 而且把这 所有的什么 who receive medical treatment 接受治疗的 所有病人们的支持 OK 好 他这个逻辑在哪里 说什么 说什么 说的意思说 你不只是找名人 来支持你动物研究 对动物进行研究 开展研究 为了人类的医学事业 你还得要争取什么 争取所有病人们的支持 为什么这么讲 是因为 第一句话 因为你的病人 才是真正的 利益 当事人 利益相关方法 因为你一切的医学研究 最终 不都是用在病人身上吗 所以这样的研究事业 你应该争取的 不只是名人的支持 而且要争取所有病人的支持 OK 好 这句话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其中呢 是recruit 宾语怎么样 后制了 对吧 所以在我们03年考验阅读 出现了这种后制形式 那你在找的时候 怎么找呢 如果是recruit2 你看不出来他缺宾语呢 你到这里应该断开了 为什么讲呢 因为it's cause 是个名字短语 对不对 然后not only well known personalities 这个personalities 是个名词短语 那么it's cause和personality 两个名字短语之间 没有任何连词 借词什么 什么姿没有风格 所以在这里应该断开看 断开看 按照我们前面讲过 这样一个孤立的 看似孤立的名字短语 它必然和前边的什么 动词有关系 做动词病语 所以是病语后制 好 讲明白了 好 我们再往下看这个例子 好 01年阅读的 01年阅读 它是讲的什么 企业并购 对竞争的危险 什么威胁 什么的 好 这是个问题叫 Should one country 一个国家 是否应该怎么样 这一个搭配啊 注意叫 take upon itself 这 itself是指代 one country one country OK 好 这里一个搭配 大家记好了 take本来是有兵语的 明白吗 是有兵语 这兵语是哪里啊 兵语是后面的 the rule 整个道具末 这个责任 职责作用 take the rule upon oneself 所以在英文语 有这样一个 搭配用法 你可以说成 take 好 something OK 然后on 可以 和upon也可以 upon也可以 upon 好 你的兵 upon being 是one self 某人自己 one self OK 这个短语的意思就是说 某人自己做决定 某人上智 做决定 主动要干嘛 没有跟别人商量 听没有 有点像自作主张 当然自作主张 我们汉语有点贬义的 对吧 有点贬义的 但是take upon oneself 一般 可以是贬义 也可以是一般的意思 不含贬义的 所以就是某人自己 做主张 做决定 主动的想干嘛 要干嘛 这个意思 好 这个something 当然 我们常常还可以把 这个something 它如果是 不定式作比语 我们肯定要听it 是吧 it后面再加upon oneself OK 意思是一样的 结构 有点差别 so take it upon oneself to do something 所以我们后面 肯定要加 to do OK 这意思就是说 某人主动要求 承担干嘛 主动要求 做某事 好 那我们这里 接了什么 接了是 编语something 但这个something 又太长了 所以把它后制到 one self 后面去了 所以叫upon oneself the rule of defending competition 要捍卫竞争 保护竞争 越垄断 越不利于竞争 对吧 企业企业 大企业之间 合并合并 合并了 合并最后一个了 不就他一家独大了 对不对 他就说 要承担什么 捍卫 保护竞争的 这样的职责 一个国家 不应该承担 这样的职责 为什么这么讲呢 后面讲了 是在 面临这些问题 什么问题 定义从具 来收入这个问题 因为这些问题 是影响到 许多其他国家 能听懂这个逻辑吗 能听懂吗 也就是说 对于那些问题 什么问题 对于其他国家 利益有影响的问题 那你美国 应不应该单独挑头 来处理这个问题 来承担 承担什么 捍卫竞争的 这样的职责 如果说 你这些问题 不管关我美国事 还关系到 你全球其他国家 是我美国 一个人 一个政府 美国国家 一个政府 来担起这个 保护竞争职职吗 还是说 大家一起合作来做 OK 好 那么他举了一个案件 什么案件 叫美国和微软的案件 这是01年 因为当年是什么 当年美国和微软 之间打官司 打官司是美国政府 要把微软进行拆分 对不对 就像微软一家独大 一家独大进行垄断 不利于市场竞争 所以美国政府打官司 要把微软进行拆分 大家知道 微软这公司 当然不只是影响 美国一个国家 是影响全球其他国家 对不对 那么在影响到 全球其他国家 这样的事件当中 比如说微软案件 那美国一个国家 应不应该承担 保护竞争的 这样的职责呢 这个问题是提给你 提给读者思考的 OK 好 这是01年阅读整体 阅读那个什么 你词骗的 好 我们就要讲到 这个病因后者是哪了 是TIC 一个病因 那么 然后呢 病因是哪个 是叫Roller 道具末的 其实 好 我们再往下看 所以这种病因后者 真的很常见 对不对 这是部长公司的 那个logo OK 好 前面讲的都是什么 动词加介词 加病 对吧 动词 介词端语 病语 那下面我们讲一个呢 也是前面讲过的啊 不是简单的 这个什么 介词 是什么 是动词 加形式病语 it 加it 再加补助语 有补助语 要有补助语结构啊 没有补助语结构 也不行的 然后呢 后面 你前面用it了吧 后面用什么 用那的重句 好 我们下面就有这个例子 看一下 他说你 不是你 or是表示你们了 是吧 说你们大家 你们大家伙 你们所有人啊 一定已经听说过 这件事情被反复说 对吧 好 这it指什么 这it指什么 对了 指后边的大的重句 好 请大记好 这个大的重句呢 不止一个that 还有 两个that 还有 三个that 看到没有 93年考验的翻译 第73题 好 一个that 重句 两个that 重句 三个that 重句 也就是说 我们it指代了什么 指代了三个that 重句 但是我要提醒你们的是 尽管it指代了 不是一个that 重句 是多个that 重句 不要因此认为 要把it改成 them 复述 改成 the them 复述 不是 明白吗 所以it 做形式 并语 就只能用it 而不论it 指代的是几个东西 听明白 所以 但前提是 必须是 it要指代 that的重句 或者是指代 to do 不定是 只要是 that的重句 以及 to do 不定是 几个都没问题 都是用it 好了 你们大家一定听说过 三件事 一定知道 后面这三件事 反复被说 好 我们一个看哪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说 man of science 那就发现成科学家 科研人员 对吧 work是动词 不是名词 因为你要看这名词 那么后面就没有动词了 body 就是短语 对吧 就没有动词了 可是你 那是廉词 that 廉词 那只能是work做动词了 对吧 其他的不可能做动词 就能判断出 by means of 借助于什么方式 induction and deduction 归纳法 演绎法 讲简单一点 归纳是什么 是从具体 具体到一般 对吧 从很多事件 很多案例 然后归纳出一个规律 对吧 演绎很简单 是从一般到具体 对不对 所以第一段意思就是说 科学家 科研人员 是借助于归纳法 以及演绎方法 来进行研究工作的 比如说 什么叫演绎方法呀 我们先可以对一个现象 提出一个解释 一个假说 这个假说是否是成立 我们再进行去验证吧 这个假说就是一个一般的 对吧 然后去进行验证 然后推导出 然后具体具体 演出具体的东西来 演绎 好 这是第一种 第一个烂程 第二个烂程就是 By the half of this operations 这里有个指代问题 this operations 是什么 是什么 operate操作 这里不是指操作 这里就是前面的 归纳方法 演绎方法 所以借助于这样 归纳演绎的方法呢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们能够干嘛 他们是科学家嘛 能够成功地 extract from nature OK 断掉 为什么 nature是名词 laws是名词 两个名词当然不能跟一起 是吧 所以我们能够判断出 certain natural laws 某些自然规律 自然法则 自然的定律 是做extract什么 冰语的 所以这有个冰语后制问题 有个冰语后制 所以从自然界 干嘛 提取 提炼出什么 某些自然规律 对吧 OK 好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方面看一下 and out of this 又是一个this OK 那这个对指什么 究竟只带 自然规律 然后从这些自然规律中 然后呢 再借助于什么 借助于 some special skill of the earth 他们自己所拥有的 独特的一些技能 OK 干嘛 非同一般的本领 对吧 然后干嘛 这些科学人员 建立起自己的理论 建立起自己的理论 OK 好 整个句子我们从头看下 就是说你们多次听说过 科学家们是用什么 归纳法 演绎法 进行研究工作的 然后他们用这些方法 在某种意义上说呢 是力求从自然界 找出某些自然规律 然后第三句 然后他们在 从这些自然规律当中 或根据自然规律 用自己某种 非同一般的 特殊的这种技能本领 然后怎么样 建立起自己的理论 其实整个都讲 科学家工作的方式 怎么样 建立理论体系 OK 好 这是 所以这里有两个 比以后指 是吧 一个什么 It只带了三个 大的比以从军语 一直到军诺 一直到军诺 就这样子 然后呢 在这里 动词 extract 比以是 certain natural laws 也是后语了吧 所以两个 比以后语 这是93年的考题 好 我们再看 这个句子 好 这种结构 我刚才是看了 It只带 那种语 我们这个 It只带的是什么 只带的是 不定式结构 看一下 其实到哪 也是一直到的句我 也是一直到的句我 OK 好 所有这一切 使得 这件事情不可能 使得这件事情不可能 那么It是指带这件事 这件事是什么 这件事就是 后边的不定式 大家注意啊 我的不定式 我为什么没有画到 to deal with 没有画到to deal 为什么呢 因为你前面 for the individual scientist 对于单个科学家来讲 它是不定式的逻辑主语 听明白 所以呢 for the individual scientist 也是不定式的一个组成部分 所以我断句断到哪里去 断到impossible后面 不是断到scientist后面 因为这个scientist 也是不定式的组成部分 好 那么这句话就说 所有这一切 所有这一切 应该是上文的东西 是吧 那无所谓 最终指什么 我不管它 所有这一切 就是使得 当个科学家 不可能干嘛呢 不可能处理 这些巨量的 海量的新数据 新资料 新技术 新设备 反正前面 因为前面什么问题 就使得科学家们 一个科学家 自己 无法单独完成 来处理这些 什么海量的数据 技术设备 好 然后dart定义重具 这里又涉及到 定义重具 定义那个名词 又涉及到 好 是定equipment一个人吗 显然不是 依据是什么 依据是word word是复数 equipment是不可能名 只是单数 那单数 不可能配的复数位 对吧 所以呢 不是equipment一个人 是前边三个人 哪三个 new data techniques and equipment 数据 技术 设备 这三项 这三项 用来干嘛 用来 carrying out 进行 research 研究 然后复词 讲 怎么样 进行研究 是开展非常 精准 精确 和高效的 研究 所必须的 必须什么 必须的 就是这个设备 这个数据 这个技术 好 整个句子 我们从头到尾 翻译一下 他讲 所有这一切 就使一个科学家 无法处理 这些海量的资料 新资料 新技术 新设备 海量 这些大量的 然后呢 而这一切 这些资料 数据设备呢 正是 科学家们 进行精确 和高效科研 所必须的 OK 所以一方面 这些设备数据 作为科研 是必须的 另一方面 一个科学家 是无法处理 这些东西的 这是 H 结构 直带什么 直带不定式 这也是一种 逼于后织的形式 这跟前面简单的 是前面插入 什么 这些短语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结构 好 这是什么 这是microphone 这是个话筒 是吧 下面 这里与话筒有关 它叫 a microphone enables 麦克风 能够使 这个 musical tones 这个 你的音乐的声音吧 是吧 干嘛 be amplified 声音放大 麦克风就能够 放大声音的吧 对吧 能够使音量放大 好 麦克风能够让音量 声音放大 这结果是什么呢 意味着什么结果呢 又出现 thus doing 我们看过很多 thus doing thus making possible 出来了 所以making 后面缺冰语 缺冰语 ok 使什么成为可能 它是把什么东西 扔到句末去了 ok 好 刚才那个possible impossible 前面有个it 是吧 有个it 我们这里没有it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后面 冰语形式不一样 我们前面一直强调过 you it 冰语形式是 大的成句 或者是不定试 如果 不是大的成句 不是不定试 这it是不能要的 所以我们这个是 名字短语嘛 是名字短语后制的 诶 这it就不能要 看到没有 我们这里就 直接写成了 making possible 冰语在这 好 the gentle 是非常轻缓 舒缓温柔的 rendition 是指音乐的播放 ok 然后什么 substance 是舒缓的歌曲 in a large horse 在大厅 在很大的音乐厅 好 这意思很简单 就是麦克风 可以使音量放大 这样就可以在 很大的音乐厅里边 演奏 演出 演奏一些轻柔的音乐 舒缓的音乐 ok 没有麦克风 就不能传出去了 就听不见了 对吧 所以强调 声音放大的作用 麦克风对于 声音放大的作用 导致一个什么样 结果 然后这结果是 making possible 是一个 逼以后制的形式 ok 好 这是 又是一类的 逼以后制 好 下面这个句子 就更长一点了 我们看 它又是什么样一种 逼以后制的结构 ok 好 它说了什么 说the broad language broad language 这个language语言 brother是指什么 非常笼统 非常宽泛 也就不是细致 不是具体的 明白吗 什么的语言呢 the amendment 这应该是修正案 不然指宪法修正案 对吧 地级修正案 好 这个修正案的 这种非常宽泛的语言 就意味着什么 叫strongly stress 强烈的意味着 强烈的显示表明 表明后面一个 that 并以从去 ok 然后意思是指什么 意思 因为代词要指代 讲过 只代 这个 amendment 是吧 修正案 那么意味着修正案的制定者 famous 制定者 是吧 修正者 制定者 好 他们制定者想干嘛呢 好 we're proposing 打算干嘛 propose to 打算 想干嘛 to write 我们知道 write一般是有兵语的 对不对 是write something 把什么东西 写入到 into 写入到哪里 the constitution 宪法里去 宪法里去 ok 所以宪法和修正案 这个有语音呼应关系 对应关系 所以这个修正案 是宪法修正案 所以宪法修正案 这个宽泛的语言 强烈的意味着 他的制定者 就宪法这个修正案 制定者 是打算写进宪法的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呢 冰语后制了 是not but not but 一直到句末 听明白 所以冰语有四行 太复杂了 真是太复杂了 四行东西 都是冰语 ok 就写进宪法 什么东西 把什么东西 写进宪法 好 我们看 not but 哪里看到 不是什么东西 but 而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好 我们看 不是把什么东西 写进宪法 叫a laundry list 这个laundry 什么意思 laundry本来只洗衣服 是不是 那laundry list 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清单了 就详细的 其实在这表示 列子列得很详细 一个详细的清单 名单 什么 什么什么 列什么 叫specific 具体的 civil rights 公民权利 叫civil rights ok 所以laundry list 就是写进宪法中的 不是一系列的 一个详细的 公民权的清单 在宪法里列举一大堆 你那个民权清单吗 那不叫宪法了 是不是 因为宪法干嘛 宪法是什么 是母法 是一切法律的什么 之上的 所以它都是一些 宽放概括性的东西 不可能写详细的 公民权的 那个列举 公民权利 的清单 ok 讲究这个意思 所以不是写这个清单的 而是写什么 A出来了 principle 基本原理 基本原则 是吧 什么原则呢 是平等 公民权的 这样的原则 把这个公民平等 这样的 基本原则 写进去 好 大家定义重新说了 这个平等的公民权 意味着什么 后面讲了 意味着就是要禁止 organize society 什么 执社会 有组织的 像团体 社会 干嘛 from 就是不让他们干嘛 是吧 防止他们什么 对待 任何单个个体 单个个人 把任何单个个人 对待 认为是什么 a member of inferior class 什么意思啊 inferior class 是比较低等级的吧 讲的那个就是 劣等的那感觉 是吧 劣等的成员 低等级的成员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禁止 社会 把任何个人 当着 劣等 阶级成员 来对待 ok 那就不是 不就是 人不公平了吗 对不对 所以公民 平等的公民权 就是意味着 后面讲了 意味着 禁止社会 有主要的 把任何个人 但这是 劣等阶级成员 来看待 好 整个的 都是什么 都是right的 兵语 我们再看一下 所以 right into 不是直接 right into 是right something into something在哪里 在这里 ok 然后这个something里面 有个not but 并列结构 所以第二能看出来 然后在but的 后面一小部分呢 又带来定义 重据 修饰 公民权利 到底要干嘛 ok 明白了啊 好 这也是一个 非常常见的 动词 加 短语 加 兵语 ok 然后这into 可以说是right搭配 right into搭配 所以我们把它 into的constitution 可以看成什么 可以看成是right 动词的什么 补足语 是把什么东西 写进 好 宪法 补充那个right 往哪里写 好 这是这样一个难句 好 下面我们看个更长的 好吗 更长的 好 这么长是一句话 给大家一些时间来看一下 好吗 自己来整理一下 断断句 试着断断句 怎么断句 自己看一下 好 我们看 回头看 怎么断呢 前面都能看得懂 我觉得 大家越往后 我们看第二行 从第二行开始 就开始乱了吧 开始断掉了 是吧 好 我们慢慢看 叫every great nation 每一个伟大的国家 O's 看来O's 你要知道它搭配 好 它的逻辑搭配 一般是怎么讲呢 是O 本来比较亏欠某人 是吧 什么东西 something OK 然后后面 t t somebody 就是 你可以把它说成什么 某人欠某人 什么东西 或者是什么 把什么事情 归英语 归功于某人 都可以啊 都有这些意思啊 把什么归功于某人 好 我们看了 O's to 那么就意味着 O's 冰鱼缺掉了 对吧 那么冰鱼不肯缺了 其实也就是后制了 好 后面 to the man 这些人吧 所以出来人了 我们看这些人 什么人呢 后面讲了 你看 观看这个人还不够 他还加了定义 从来修饰 所以这些挺复杂 好 什么样的人呢 whose lives 这些人献出了生命 其实他们的生命干嘛 他们的生命 have formed 组成了 part of its greatness It 指什么 It 指前面的 nation Greatness 伟大 好 意思就是说 这些人 这些人的活着 这些人的生命 就构成了 这个国家伟大的一部分 那换句话讲 就是说 这些人的存在 就构成了国家伟大 这些人就对国家 做到巨大贡献 使得国家伟大 好 要归功这样的人 那么归功这样的人 把什么东西 归功这样的人呢 后面冰鱼出来了 大家看到没有 冰鱼出来了 你知道这冰鱼是 是从哪到哪吗 从哪到哪 没错 从not a million 一直到巨末 太复杂了 是吧 看到啊 看一下来 not a million 就是not a only 一直到巨末 你要数多少个字啊 记得一行两行 三行四行五行 这五行 一共有六行 这五行的文字 全部是什么 是os的冰鱼 后制了 要看到啊 其实要找判断 很好判断 为什么讲啊 因为is goodness 是个名词短语 对不对 然后the material effect 也是名词短语 两个名词短语中间 没有任何连接 没有逗号 意味着就不是同位语 意味着 它们中间必须断开看 好 这样形成一个 独立的名词短语 就要找前面动词 做兵营 对吧 就这个思路啊 好 每个伟大的国家 都应该将其伟大 归功于这些人 因为这些人的存在 就使得这些国家伟大 明白吗 好 那么归功于什么 哪些事情呢 就这些人 为国家做出哪些贡献呢 下边用not a million but also 详细来解释 好 我们看这些人 什么样的人 才能让一个国家伟大 他们讲了 不仅是 the material effect effet是影响 对吧 material effect 怎么理解 什么叫material effect 好 这个material effect material是比较为物质的 是吧 这个物质的 不一定就是指 真真真正的 那个什么 磁酸助行 用人的物质 其实就是说 这些伟人们 给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 发明创造 等等的影响 实实在的影响 OK 好 我的点子 就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 通过自己的行为 对吧 比如爱迪生 爱迪生 那么多发明 那么多发明 对这个国家 对这个人类 带来影响 这个影响就叫 material effect 实实在在的影响 对不对 做它巨大贡献 好 所以这个物质呢 应该是很广义的去理解 好 所以 带来的实在的影响 不只是这些影响 后面讲 not merely 也不只是这个laws 这个laws 这个laws 就对应了那个什么 material effect 是吧 不是说 物质方面的影响 所以 这个法律 they placed upon the statute Statute是法 也是这个法律的这个文集 OK 法律的 法律条例 这个books OK 好 也不只是什么 他们制定了这个法律吧 他们把这个法律条文 放到哪里去 放这个statute books 就简单一列成 也不只是他们为国家制定了这个法律 制定了一些条例 OK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or 那应该还是not for 也不只是什么 the victories 胜利 the one of armed foes 对战胜仇敌 然后取得胜利 就是 也不只是他们什么 征战沙场 克敌制胜 为国家的战争 为在战争取得胜利 不止这些 不止这些的 这个影响 和功绩 而且还 而是包括后面什么 but also they are immense 巨大的 然后but 然而呢 indefinable 难以用 语言描述的 形容的 什么 moral influence 道德的影响 道德的影响 OK 和精神的影响 是什么 怎么产生呢 是produced by the deeds n words 是他们 行为 言语 本身 所带来的 对国家的 这种精神 道德上的影响 好 然后 apun 跟谁搭配啊 跟influence搭配 看到没有 所以这个influence 和Jesupun 这个 被这个 定义隔开了 好 对民族性格的 影响 就是他们 自己的言行 本身 给这个国家的 国民性格 产生了 声音的影响 这些影响 好 我们再 从头到尾看一下 就这些伟人 使得国家伟大 这些伟人 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好 我们从头到尾看一下 最好可以发现成 每个伟大的国家 都要将其伟大 归功于这样的伟人 他们的存在 就构筑了国家伟大 就让国家变得伟大 然后后面讲 这不仅是因为什么 他们行为 他们所作所为 给国家带来的 实在影响 也不仅因为 他们写进 法典里的 法律条文 对吧 OK 或者曾经 争战 杀产 克敌至胜 取得战争胜利 更重要的是什么 是他们通过 自己的言行 后面 他们通过自己言行 给整个民族的个性 带来了巨大的 这种道德上的影响 和精神上的影响 OK 好 这篇文章是 它的标题 它的标题就叫 伟大的精神影响 是那个谁 美国总统 罗斯福总统 说的 写了一篇文章 叫 标题叫 Moral Influence OK of 伟人 Great 是这篇文章的一句话 OK 所以在这篇文章 叫 伟人的 精神的影响 和给整个民主的精神 道德 带来深远的影响 然后其中一句话 其中复杂的一句话 那么这句话 复杂就在哪里 在这个 宾语的后制 宾语的后制 然后To somebody 很长 To somebody到哪里 到这里 对伟人精神定义 然后伟人做了什么事情 导致他们伟大呢 不仅是这个事情 Not a million 也不仅是自觉法律条文 或者打仗取得胜利 更重要是什么 But also 他们对民主个性的影响 好 所以这个长长句子 我们就理解了 所以整个的 大的结构 大的结构 我们看出来了 对吧 本质结构还是个 符合标题 看动词找定义 找结构 好 我们再回顾 前面讲过的内容 我们这一节课 核心的内容就是 看动词 对吧 然后就教大家怎么看 因为对于动词 重要的某种来讲 不是说前面主语 前面主语好早 对吧 重要是什么 后边的兵语位置 的规律是什么 这规律就是 这里讲的五个 五个 五大规律 OK 好 好 那么刚才呢 我们是把第二课 咱们这第二课 总结了一下 那么我们再 再预告一下 下一节课 我们要讲什么 OK 那么刚才讲的是 这个 不由三看嘛 对吧 看动词 看连词 看接词 我们把看动词 讲完 那么下一节课就是 看连词 看连词 叫分重句 什么叫看连词 分重句呢 比如说 你要确定 重句的类型 我们都知道重句有三大类 是不是 哪三大类 这个定义重句 壮与重句 名词重句 所以一个重句 它到底属于什么类型 下节课我们会详细讲怎么分析 比如说还有讲到确定重句的修饰对象 是修饰动词 还是修饰名词 对吧 以及还会涉及到下节课 涉及到各种重句的分隔结构 这个分隔结构和我们今天这次课讲 动词编语的分隔结构 有没有相似的地方呢 有没有内在联系呢 下节课我们都会涉及到 比如还有同位重句分隔结构 讲到壮业重句修饰对象动词 最后我们还会涉及到这个重句的 嵌套 对吧 重句套重句 在这个嵌套过程中呢 还会设置到连词的省略 这些是我们下次课 就是第三节课 看连词分重句的内容 那我们今天的第二节课 就到此结束 好 谢谢各位